如果要盘点最知名的RPG游戏 那《最终幻想》系列 已当榜上有名 作为Square传闻中的最后一波 江湖上至今也还流传着80年代板口薄信 凭借最终幻想在Square破产边缘 画腐朽为神奇的传说 之前奥特上也介绍过代表了时代变革的FF7 不过它并不是一款全3D的PS游戏 碍于性能和换平台研发的难度 FF7其实采用的是保守的多边形3D模型 加预渲染2D场景的制作模式 虽然可能在现在看来这种制作模式比较普通 但是在当时这个技术能做到FF7这样的程度 已经足够被载入实测了 不过这期节目傲场并不打算继续介绍最终幻想系列 Square第一款全3D制作的PS游戏才是今天的主角 它并是Square在1998年发现的ARPG游戏五藏传 这也是很多玩家认为的PS上最好玩的ARPG游戏 不过居然连FF7都不能算作全3D游戏 那么Square的第一款全3DPS平台游戏又是什么样子了 我们赶快一起进入游戏看一看 游戏初见就是那种老生常常的帝国斗争主题 不过故事的开始却是遭遇帝国入侵的王国公主 想通过模仿160年前老国案的操作 召唤传奇剑士武藏来帮助抵御入侵 却阴差阳错的召唤到了平行时空的小武藏 在王国一片混乱之际公主也被帝国反派掳走 所以救出公主守护王国的重担就落在了小武藏身上 不过武藏势单力薄 还需要找到灵眼界并获得五项能力 并解开对应能力的封印获得完全解封的灵眼界 才能救出公主拯救王国 于是小武藏就踏上了冒险的道路 我们知道Square是一家以RPG游戏出名的厂商 但是武藏传被很多玩家称为PS时代最好玩的RPG游戏 却不完全是因为其成熟的RPG元素 甚至骑士这个游戏中的动作元素的设计上 还更让玩家眼前一亮 说到动作元素 还得从最简单的攻击说起 在武藏传中除了一般的普通攻击 玩家还可以通过靠近怪物 按攻击键来举起怪物并砸向敌人 同时使用连续的攻击 还可以打出看起来很牛逼的连招动作 但事实上这套连招动作也并不需要玩家进行复杂的按键操作 更像是为了让攻击动作不那么僵硬而进行的设计 但是不能不说 在全身体建模的卡通角色上 能够制作出完整连贯的打击动作 也是尽力满足玩家对打击感的追求了 而且作为一个冷兵器时代背景下的动作游戏 简单朴素的打击动作还更显得合适 而且后期小武藏确实也学习一些连招技能来进行更厉害的攻击 虽然看他用小小的身体释放一个看起来很牛逼的技能 有一些危害就是了 而在冒险的过程中 除了一般的砍怪杀怪 小武藏还有一个投资出武器深深插入敌人的技能 插入敌人之后 只要疯狂按方框键就能把敌人吸入体内 这个时候观众讲说吸入体内能干嘛 难不成还能够获得全吸的能力 我想说你真他妈太聪明了 只要完美吸入 小武藏就像那个粉红气球怪一样获得敌人的能力 获得能力中有的很有用 比如能够赋予玩家一定的远程攻击能力和控制能力 而有的能力就显得很愚蠢了 比如这个 吸收了这个东西 均是让自己变得很宽 还要损失BP 肯定了这是 但是凹场上玩到最后才发现 这个吸收敌人的技能中 藏着这个游戏的终极大杀器 在游戏后期 玩家需要杀入敌国内部 解开最后一个封印 但是到达敌国内部 才发现对方的科技水平和王国 那真不是一个级别档次 玩家一路运用好不容易收集到能力 踩跌跌撞撞 摸到门路 却被帝国重撞热兵器士兵火力压制 应该怎么办呢 这手吸收能力就该大显神通了 只要对帝国士兵使用吸收能力 这个游戏画风立刻大变 这 这 这里嘛根本不是传说剑士武藏 是传奇炮手武转 全方位自动追踪火箭炮 片刻间一转攻势 说到这处寸草不生 如果觉得火箭炮过于无脑 也可以吸收手榴弹投资兵 或是超级连发散弹枪 瞬间把ARPG游戏变成超级魂斗罗 就这样一个 竞能磁剑斩妖除鞋 退轮炮凭帝国敌军的奇才 最后救出公主拯救王国 那不就是受到青睐 但是在救出公主之前 玩家还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boss 而武装装的boss设计 也更像动作游戏的boss设计 大部分boss都会清除玩家之前吸收的能力 并且都有多个阶段 每个阶段技能也有所不同 玩家需要等待boss出招 并加以应对来规避伤害 寻找破绽进行攻击 有时候甚至需要恰到好处的格胆弹反 处处都有很明显的ARPG元素 比如初见的这个机器人boss 就是一个拥有三个阶段的boss战 玩家需要先击碎机器人腿部的装甲 才能对本体进行攻击 而boss的三个阶段也会拥有不同的攻击方式 玩家需要根据boss的前样动作 来判断boss使用的攻击方式来进行应对 而更往后的一些boss就显得更复杂了 不仅有常规视觉下的战斗 很多还有不同视觉 不同风格的战斗场景 需要规避的技能也更多 而且更复杂 可以反击的间隙也更短 甚至还有一个需要玩家跳舞的boss 玩家不仅需要在短时间内记住boss的5步 还得在限定时间内模仿出来 否则就会扣血 非常考验玩家的记忆力和操作 而最终boss则更令人抓狂 当玩家解开所有的封印后会发现 封印是为了封印恶魔而射下的 现在被玩家释放的恶魔马上就要毁灭世界 整个boss战斗融合了前面提到的所有战斗要素 而且战斗视觉也完全不同于之前的2.5D视觉战斗 反而更像后来的魂系游戏 玩家同样也需要抓住boss释放技能和动作停顿的进息来攻击boss头上的弱点 才能对boss造成伤害 虽然boss的技能比较简单 除了稍微就伸出右手尝试抓住玩家 但是由于当时武装战是一款全身地自主的游戏 所以玩家对boss和角色间的距离也不是很好把控 经常躲不开boss技能难度非常之高 而当玩家好不容易击败boss 没想到boss马上原地复活 我去你大爷了 居然还有第二阶段 而且不仅要马上偷阵斗 还无法回复合春呢 还好我常常使用的是摩尼奇炉子素材 S2大法也算是拯救了我这个动作游戏的首餐单 但说到游戏的动作设计 其实很多资深玩家都有一个印象 就是当时Square的动作设计并不怎么样 而Square自己却对动作游戏有某种迷智之作 从各种意义来说 武装战已经算是Square游戏里动作设计十分优秀的了 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老厂查阅资料后发现 在德语Square喜欢挖墙脚的光荣传统 武装战由Square在1995年重组的大阪第五开发部 负责开发 而其中很多员工来追大阪的利益知名游戏公司 越来越一般把它叫做冷饭 而不是呃是动作天准 博操Square真有力的 挖完任天堂又去挖冷饭大王了 怪不得你也就喜欢冷饭了 与靠NTR搞来的异常游戏的动作设计相比 武装座的传统RPG元素反而显得单薄了不少 角色等级和加点系统都很单一 四项等级设定大到之间 不击白BOSS不能继续升级更是简单粗暴 而且体力和BP甚至都不会随着等级提升而增加 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也是断绝的玩家通过刷怪升级来降低难度的图景 看起来和很多传统RPG游戏有着一定区别 但是这款游戏难道就只是一款Square用来证明 自己能做动作游戏的实验品吗 其实不然 武装座有一颗想要在屏幕一端 建立一个更真实一世纪的野心 角色扮演游戏 玩家扮演的是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自己 所以 所有RPG都在极力树在一个更接近于真实世界的游戏世界 23年前Square不仅通过 武装座在全身体制作和动作设计进行新的试试 同样也在武装座中仅仅RPG方面的设计 一方面武装座有意弱化了游戏的数字因素 对于布勒布呈现的数值 则把它们融合进了世界元素里 向生命值上限需要玩家去野外寻找带着长寿梅的小动物铭客 才能得到提升 而BP上限则需要去野外救出被必经牢关注的村民 吸收必经牢的能量来提升 比起简单粗暴的神级加属性 这样的呈现方式极大提高了玩家的游戏体验 和代入感也激发了玩家对于地图元素的探索欲望 另一方面则是在内容上极力呈现世界在运作的感觉 武装座人在当时就有一套很完备的时间系统 除了提供天黑天亮这种提高带有感的传统价值 甚至还影响食物导具的保值器 比如常见牛奶 玩家购买之后可以直接引用来进行回复 但是如果你像平时购买牛奶一样买来忘记喝 牛奶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出酸臭 变成坏掉的奶 喝下去不仅不会回复反而还会扣血 但是如果你不把它丢掉 那么过几天它就会变成酸奶 回复效果比新鲜的牛奶还要好上不少 不过时间的影响远远不仅于此 随着时间流逝也随着玩家不停冒险的进程 武装会变得不蹒跚 最终垂头上起彻底上失行动能力 只能用爬一样的速度行走 二场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操控了角色 遗数像狗爬一样什么原因 还以为是中了什么debuff 发现以跳跃形式前进能够恢复原本的遗数时 还觉得自己无比聪明 凭借多年的游戏经验发现了设计bug 结果一番说明出差发现原来是小武装 因为多天都没睡觉已经困得不行 需要进行休息才能恢复正常 这时可以切换到睡眠模式 并让武装在原地经小计 但是如果想完全恢复 还要在旅馆开上一间好方 妹妹的睡上一觉 当然如果实在是想继续冒险 也可以使用薄荷一类的提神香草 来勉强维持一小火 但是让日夜奋战的勇士不屑不免 强行靠歇**提神 这也太残忍了 除了这些 像是玩家解开水之封印 可以水上行走之后 去到早期地图的水域 赫兰发现一个宝箱或是小米客 在村子里买手办 可以在房间里躲着偷偷把挖 来自岩壁树干和凉衣干可以攀爬 武装传处处有着许多让人意外的小惊喜 可惜在当时FF系列这一发光的时候 武装传似乎也被同门耀眼的光芒淹没了 这款发售于1998年的游戏 虽然取得了惊人的114万份销链 但是凹场上发现其实这个销链有很大水分 原因是《五战转》实际上在铁片包装里 附带了万众期待的 FF8和神佑那台两款游戏的demo 以及真人文字冒险游戏的 Nothermind的宣传脾位 对于很多玩家来说 这个更像是my demo 说五战转 这无疑很大程度上 拉动了这款游戏的销量 不过这并不影响《五战转》的优秀口碑 而现在动辄就号称完全开放 完全自由的各式游戏比起来 《五战转》的地图并不大 但是玩家在二十几年前得到了游戏体炼 却并没有比今天的开放世界游戏差很多 比起大而空的开放 或许玩家更喜欢充实的游戏内容 而玩家们追求的游戏性究竟是什么 一直都有比较大的争议 玩家之间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也不免拿出各种老游戏和现在新游戏进行对比 现在的很多新游戏 虽然画质得到了字的飞跃 游戏内容也日益丰富 甚至与现实实验相比都难辨增加 但是这些东西切切实实让游戏变得更好玩了吗 这个问题奥厂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们很多时候并不喜欢怀旧 或是为了怀旧而怀旧 只是如同《五战转》这样制作精良的老游戏 却是让我们在几十年后再次玩起来依旧得到快乐 奥厂觉得好的游戏性莫过于此 而这样的游戏在游戏发展历史的几十年中比比皆是 到这突然奥厂就要感叹 和大家一起怀旧这件事还是任重道远 好 奥厂还介绍忘了一点 前面说到释放水晶牢笼关注的村民可以提高BP上限 而且同时释放的村民也会在城中为玩家提供一些服务 和冒险过程中帮助 不过其中有四位乐师并不直接提供游戏的功能 而是会在城市的BGM中加入对应的乐器声 所以只有就出全部乐师 玩家听到的BGM才是完整的BGM